但是,因为我是运动人嘛,在很逆境的时候,我自然而然的可能把自己的那股体育的精神拿出来了。 不要看这个奥运冠军在平衡目上面伸手不凡,但是原来他跟普通人一样,在遇到挫折的时候都会哭的。 当我一个动作,觉得可能应该在十次或者在一百次当中就应该完成的时候, 在这些困难,我就会真的去逃避他。 短短半个钟的对话,学生当然是觉得不够后了。 应该安排长一些时间,大家都可以发文。 26岁的刘孙来自湖南,在2000年逝离奥运会中,勇奪体操平衡目金牌。 今次刘孙来香港,主要是为08年北京奥运做宣传。 虽然在北京奥运,大家已经不能够在平衡目上面看到楼船的英姿, 但是就仍然有机会可以在比赛场地, 见到做了裁判员或者记者的楼船。 亚洲电视记者袁安琪报道。 日本政府检控山业机车公司非法向中国出售, 可以改装成为军事用途的模型驾驶直升机,触犯贸易条例, 但山业就否认有违法,有林小环不得。 近300名警员突击搜查山业机车公司, 包括静江原总部在内的二十几处地方。 日本放送协会报道,警方亦都搜查东京一间由中国人经营的贸易公司, 当局指山业违反外汇贸易法, 在未经许可下向中国出售无人驾驶直升机。 这些直升机车装成军事用途, 配备全球和独装。 2. 白穴 中兵 值不过是回復, 没这么大。 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这么多的," 真正的述怨, 却确实那比以前要超出好多, 没法想象了。 说实在那儿, 其实发展正, 我们就在这会儿 咱们把动物都搬到郊外去 合适吗 怎么说这些考虑 要为了它们生存得更好 这还可以考虑 给它们创造更优越的条件 如果假如要单程会的利益 给它们搬家这里干别的 所以还不如不搬 北京动物园 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动物园 前身在1906年 青木延间建立的农业饰演场 建国之后 由西郊公园定名为北京动物园 接待过不少的外奔 中国赠属给美国的第一对大红猫 就在北京动物园自养 本身确实是一部历史 今天随着北京市的发展 动物园所在的西直门 已经从二十几年前的郊区 变成繁忙的地段 在持续升温的北京房地产热潮当中 动物园被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包围 北京市人大代表郭宝东 今年二月首次提出要搬动物园 其中一个理由 就是动物园派到接近民居 动物多 高度密集 所产生的水和排泄物污染 威胁公共卫生 尤其在传染病危机 越来越高到今日 北京这个地区也是全国发生了禽流感 但有了更多的议论的是说 这个禽流感跟人生命安全也有联系 可以传染到人 这样大家就意到 作为北京的动物园 在城市中心部位 是不是对人 对广大市民有很大的影响 但专家并不赞成这个说法 在伦敦和华盛顿 还有西林等等很多大城市 它的动物园都是坐落在这个城市的 比较靠近中心的一个位置 张立一直有和国际动物保护组织合作 参与保护状领养 和多个频繁着种动物的工作 他担心 某人搬走动物园 可能令动物不适应新的环境死亡 至于传染病威胁的理由 他说根本不成立 动物园里面的动物 实际上它已经在这个环境里面 生活了很多年了 它本身 它除非是人把疾病传给动物身上 动物本身就不可能在 任何其他疾病传给人的身上 这样的话对动物园里面的动物安全来讲 它更多的应该是防范 由于人的这种过分的亲密接触 而携带进来的大量的人所患的病毒 而疾病传染给这些动物的事情 这是动物园最担心的 所以不管一个动物园是在城里也好 还是在城外也好 大批的游人的游入 都可能会对动物园里面的动物的健康 来威胁 与动物园方面 亦还赞成观先 它混在前面 它可能要落脚 它就不仅说动物园的问题 它造个都可以 这个东西并不是说动物园的问题 它有的不是动物园 你比如说其他公园有水域的 所以有森林的地方 它有多久 那能不能把这些人都签了 人们能不能远离这些公园呢 目前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员会 考虑三个北京动物园的身子 都是郊区 其中一个建议 就是南面加大兴区 和现在的北京野生动物园合并 扩阔动物的生存空间 如你们的山羊区 北京大圈野生动物园一共设立了9个 野生动物园的动物活动空间明显大很多 同样是狼 北京动物园这些狗 就只能够在相对合作的狼里面跑来跑去 所以也有专家支持搬迁 改善动物园过分扭曲动物杂性的横点 应该说进入野生动物园 它的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 自由度大 也就是说野生动物的权力 和动物打了30年交度的王宝强说 北京市动物园方面计算过 如果真的要搬到郊区 最少要花费39亿元人民币 期间不排除有很多的珍贵动物 会因为不適应新的环境 或者是搬迁的期间死亡 而且代价也不仅是钱那么担担 几十个亿元来的 如果说几十个亿元资金 政府拿不出来搞商业炒作 商业炒作整个公益性 公益性就没有了 公益性就没有了 动物的生命就没有了 听着 这毕竟是野生的还可以 也就是说跟他近距离接触没有了 作为动物园的工艺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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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不合适的 我让更多人进行 有点不够耐心的 在外面 没有什么 在外面 尘念 我们在外面 我们在外面 我们外交给了 跟我们 我们外交给 a 我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